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的预警需要考虑它的内力 单根螺栓 实际上我们设计的时候 乘主螺栓设计的时候是要计算出来一个螺栓 它所受到的外力 最后我们设计的时候还是一个一个螺栓的设计 要设计出这个螺栓它的直径 它的结构尺寸 那么根据它的直径和结构尺寸 我们再去查标准 最后根据标准来选择 叫设计的这个螺栓 对于强度计算 首先也是分成这样几种情况 有松螺栓和紧螺栓 紧螺栓又分成几种情况 我们先看松螺栓连接 松螺栓连接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一个掉钩 这种螺栓连接在工作之前 工作之前它是需要 它就是不受力的 工作的时候 取掉重物的时候 它才受力 那这个掉钩它是通过一个螺栓 把它连接在这个掉钩架上 这个掉钩可以旋转 又通过轴承旋转 然后用一个螺栓和一个螺母 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 那么同学们看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的话 有没有一些问题 你发现一些问题 它没做防松 没做防松 所以它有可能一转的话 这就松动了 当然也可能有些咱们看不见 它画这个图 也可能需要上面加一个螺母 给它防松一下 或者其他的一些结构防松一下 也可能在这个螺文中间加一些 像咱们上堂哥讲的那种 加一些甜料 让它宁静 来防松 所以这是这个 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呢 它是工作之前不受力 工作的时候受一个力 F 我记得上堂课给同学们介绍罗文 他的基本参数的时候介绍过 罗文呢 他的直径呢 在这个标准里规定了有三种直径 一个是公称直径 最大直径 还有个中径 最大直径是D 中径呢 是第二 小径呢 小径是第一 有个D 有个第二 有个第一 对吧 我们讲这个呢 D呢 是公称直径 是不是啊 公称 第二呢 主要是进行运动分析的 运动分析 D呢 是进行强度计算 强度计算 因为我们要对它进行强度计算吧 所以很多情况下呢 就用这个尺寸第一 就是把这个罗文 简化成一个圆柱 后边我们都经常会用到 把这个罗文简化成一个圆柱 就直径等于第一的一个圆柱 简化成一个圆柱之后 就变成一个材料力学的一个计算问题了 是吧 就比较简单了 是吧 那么对于松罗酸连接 它在工作之前不受力 工作之后才受力 我们又把它简化成一个圆柱 直径是第一的这样一个圆柱 所以它的强度计算就很简单了 就是一个拉盈利 就是一个拉盈利 它的拉盈利小于许用盈利 拉盈利小于许用盈利 然后根据这个式子 我们列出这样一个式子来 拉盈利小于许用盈利 根据这个式子可以变换成这个 可以计算出来我们设计的直径 这个第一 这里边涉及到一个许用盈利的问题 许用盈利一般是用这样来计算 材料力学里边 如果一些特殊要求的话 许用盈利有特殊要求 根据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用材料力学 用材料力学的办法就是 它的屈服极限除以一个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一般取 对于这种松罗酸连接 一般取1.2到1.7 对于安全性要求高的罗酸 一般取S等于5 安全系数取成5 通过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第1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计算出来这个第1 是不是你设计的这个罗纹尺寸 就是你计算这个尺寸呢 是不是啊 这不一定 是吧 不一定 因为这个第1 对于我们要设计的这个罗酸来讲 它都是有标准的 所以你设计出来这个第1之后 要按照这个第1去查标准 根据标准来选定 根据标准来选定这个第1 那么对于松罗酸连接 很简单 就是把它转化成一个材料力学 里边的一个计算 来选择第1 这里边就是安全系数怎样选 材料怎样选 安全系数怎样选 安全系数怎样选 安全系数呢 松罗酸连接很简单 把它简化成一个圆柱 用材料力学的办法来解决 那紧罗酸呢 实际上我们最后呢 也是求出来力 用材料力学的办法来解决 但是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就不一样 分析的时候不一样 紧罗酸连接呢 也分成这样几种情况 就是受横向窄合的螺酸连接 那么受横向窄合 一个连接受横向窄合 受横向窄合的话 它也是有两种 用螺酸连接的话 两种连接形式 第1种叫普通螺酸连接 第2个就是角质口 那么普通螺酸连接呢 刚才讲了 它是靠结合面产生的摩擦力 这是刚才讲的这个试着 结合面产生的这个摩擦力 去抵抗外力 根据刚才我们介绍的 可以求出它的预紧力 可以求出它的预紧力 这个试着也是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求出这个预紧力 根据这个预紧力 我们就可以设计这个螺酸了 首先我们知道了 这个螺酸它受到一个预紧力 预紧的一个拉力 因为使这个面产生足够的摩擦力 去抵抗外力 那么是不是螺酸就只受一个预紧力的这样一个拉力呢 回答不是 这个螺酸呢 它在拧紧的时候 上堂课我们讲了 它还受到一个拧紧力矩 受到一个拧紧力矩 那么这个拧紧力矩呢 它是作用在这个螺酸上的 是吧 作用在螺酸上的 拧完之后 这个里边呢 就是这个螺酸呢 它既受一个拉力 它又受一个拧紧力矩 是吧 就受一个拉力 又受一个拧紧力矩 那么拉力的话会产生一个正应力 拉力会产生一个正应力 拧紧力矩呢 T会产生一个简应力 会产生一个简应力 那这是它的螺纹 螺纹力矩 因为拧紧力矩呢 它是两部分 上堂课讲了 一部分呢 是螺纹产生的螺纹力矩 还有一部分呢 是结合面产生的这个力矩 那结合面产生的力矩呢 对螺酸本身没有影响 只有螺纹力矩 拧紧之后会存在 这个螺酸连结里边 它会对这个螺酸的产生一个简应力 那上堂课讲了 这个螺纹力矩 等于这个势子 然后呢 除以它的抗紧 截面磨量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势子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势子 在这个势子里面呢 计算起来也挺麻烦 是吧 它有螺旋升角 有当量磨擦角 还有第一第二 还有D 所以计算起来比较麻烦 那怎么办呢 需要对它进行一些简化 简化的时候考虑 对于常用的 M10到M68的这种 普通螺栓 大概有一个关系式 就是第一和第二 它都是成比例的 是吧 成比例的 就是10到68这样的螺栓 那第一大第二也大 但是它们之间的比值 一般是等于一个常数 第一大都是按比例放大 那就是像这个第一和第二 除以第二 是有一个比例常数的 这个呢 可以查标准能查到 然后呢 这个升角啊 升角也是几乎是不变的 因为你这个尺寸越大 它这个逻距也大 是吧 所以呢 升角一般也是不变的 这样的话呢 经过一些简化 而它的摩擦系数呢 也是相对固定的 是吧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通过一些简化 找到它们的一些关系 把这个式子进行一些简化 就是这个式子 同学们看这一项啊 这一项呢 就是习个马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一项 这一项呢 就是这一项 习个马 那么后边这一项 经过这样的简化 大概啊 整个这一项呢 等于0.5 等于0.5 它们之间有一个比例关系 就可以消掉这些系数了 都用数字带进去 大概等于0.5 是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减切应力 是正应力的 0.5倍 这个是对于这个 在这个范围内 这个范围内 通常同学们计算的 这个范围内 得到这样一个试试 那螺栓既受拉应力 又受减应力 那就应该用 它的当量应力来计算 根据第四强度理论 它的当量应力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当量应力 通过这样一计算 可以得到 当量应力呢 大概等于1.3倍的正应力 1.3倍的正应力 那刚才我们知道 松螺栓连接 我们计算的时候 可以得到 就是它的应力 是 力除以面积 这个式可以放在下面来 是吧 力除以面积 这是松螺栓 锦螺栓呢 现在它多个1.3因为它是正应力的1.3倍 所以它就乘上一个1.3 乘上一个1.3 那这就要得到它的一个教合公式 就是它的当量应力应该小于许用应力 那把这个式子再变换一下 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就可以设计出来它的螺栓的直径 把这个式子变换一下 所以对于受紧螺栓的 受这个横向窄合的紧螺栓连接 而且采用普通螺栓连接的话 它的设计公式 就是这样一个式子 那么计算出来的第一呢 也查手册 按标准进行选取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受横向窄合的紧螺栓连接的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用角质孔螺栓连接 这样一个图 就是用角质孔 通过刚才的计算 我们计算已经知道了 这个螺栓它的被连接价 一个螺栓它受的力是Fs 那整个螺栓组受的力是Fr 我刚才讲了 刚才我们求出来的 一个螺栓它受的力是Fs 一个螺栓受的力是Fs 那么这个Fs呢 它是靠这一个螺栓的受减 或者是侧面受挤压 侧面受挤压 那么受减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一个式质了 这个呢考虑结合面了 刚才讲了 在进行螺栓主分析的时候 没考虑结合面 那么在这里呢 考虑它的结合面 它的剪切强度 对于角质孔螺栓连接 它的螺杆的直径 大于它的工程直径 是吧 螺杆的直径大于工程直径 所以呢 它的剪切面积要用D0 用D0 那从这个式质看呢 就是Fs除以四分之派D0 这是力除以面积 然后这个是面的个数 除以面的个数 所以面的个数呢 在这个里面考虑 这是它的剪切力 剪切应力小于许多应力 用这个式质对它进行 这个教合 也可以呢 把这个 把用后面这一部分 导出来求出D0了 也可以求出D0 这是 因为角质孔螺栓呢 它是靠剪切 同时呢 它还靠挤压 这样拉 那么 这一段和这一段 就受到挤压 受到挤压 所以呢 它的挤压强度呢 也要满足它的强度条件 那么挤压的时候 有个力除以面积 瘦窄面积 理论上说 它的瘦窄面积呢 是一个圆柱面 在我们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不计算圆柱面的面积 而计算它的投影面积 投影面积 就是D0除以Hg小 那么Hg小是取哪段 还是取这段 还是取这段 那根据实际情况 根据你自己的设计 那么哪段小 取Hg小 取这段还是取这段 来进行设计 它的挤压盈利 要小于许庸盈利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来 一个D0 推导一下 也可以计算出来一个D0 那这样两个D0 这俩D0 不一定相等 在进行设计的时候 那么这两个D0 不一定相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D0不相等 应该选大的 保证它能满足 这样两个条件 这是受横向展合的时候 用角质孔螺蛇连接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试着 那么这里呢 也解释了 D0是抗减面的直径 抗减面的直径 就这个D0 M是螺栓抗减面的个数 像这个 有两个抗减面 那么M就等于2 是吧 H呢 H最小是这个高度 应该取最小高度 设计时还要注意 H最小应该大于1.25倍的D0 这个同学们要注意啊 这要注意 大于1.25倍的D0 然后呢 这是许用减盈利 这到后边表上去查 这个教材上的表 教材上有表 这是螺栓孔材料的许用几家盈利 根据这个来进行选择一些参数 来进行计算 这是刚才介绍的第二种 受紧螺栓连接的第一种情况 受横向展合 那受紧螺栓连接 还有第二种情况 受轴向展合 所以刚才这个例子我们也讲了 进行螺栓主力 受力分析的时候已经讲到了 那么 这种连接呢 它是在螺栓受工作展合之前 就已经受到了预谨利 所以这个螺栓连接呢 它是既受预谨利 又受工作拉利 那么这两个例对它都有影响 都有影响 那么是不是 这工作拉利啊 这会受的预谨利 这个是根据我们 预谨利的大小一会儿来分析 一会儿来分析 工作拉利 刚才上堂课我们分析了 工作拉利 那么一个螺栓所受的工作拉利 就是总拉利 受的总利 除以一个螺栓的个数 那么预谨利呢 是多少呢 这个我们一会儿要求 那么这样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螺栓既受到了一个预谨利 又受到了一个工作拉利 那是不是螺栓受的总的利 这个螺栓呢 它受的这个总的利 是不是就等于 它们俩相加 是不是啊 不一定 不一定啊 咱们一会儿来分析 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会儿要分析 分析他们是不是 他们两个相加 这个螺栓受的总拉利 F0 然后呢 我们进行螺栓设计的时候 要根据这个F0来设计螺栓 光通过预谨利不行 因为预谨利 它是工作之前就受到了 然后工作之后 它又受到拉利 下面呢 我们就来分析 分析呢 螺栓受到的总拉利F0是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就是方法了 这部门方法同学们 以后在其他学习其他课程的时候 可能也要用到 就是我们学习这门课程嘛 不仅仅学习知识 知识点一个一个的知识 同时也要学习一些分析问题的一些方法 那么分析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把 因为这个里面是一笔弧度杖啊 你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啊 又受拉利啊 里面变成什么样了 不知道 如果从考虑弹性变形 那么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了解 所以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 首先假定 螺栓和被连接件都是弹性体 都会产生弹性变形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假定之后 我们就能够分析了 怎么分析呢 我们先看 先看这个是一个螺栓组连接 这个是螺栓拧到这个板上了 拧到板上的第一个图 这个图还没有拧紧呢 这个螺栓只是拧到这个位置 还没有拧紧 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再看 根据我们设计的预解力 根据我们设计的 它要承受这样的外力 根据我们设计的预解力 我们要把它拧紧 拧紧 控制了拧紧力去 就可以把它拧紧 拧紧到什么程度呢 拧紧到我们设计的预解力 就是第二这个图 那这个时候 由于螺栓 和被连接件都是弹性体 都会发生弹性变形 都会发生弹性变形 那从这个图上来看 这个时候拧紧之后 被连接件被压缩了 压缩到ΔM 连接件被拉长 被拉长到ΔB 被拉长到ΔB 这个是受工作拉力之前 那么我们画了它的变形曲线 变形曲线 螺栓那样被拉长 拉长多少 拉长ΔB 这么长 而被连接件被压缩 压缩了ΔM 这么多 这个时候它俩受到的力是相等的 都是F一撇 在F一撇的作用下 一个被拉长 一个被压缩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图 然后我们再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两个图吧 为了分析方便吧 把这两个图合到一起 对在一起 变成这个图 变成这个图 那这个图表达了 这个是被压缩的 它是负值 它是正值被拉长的 那么从这个两个斜度来看 能够反映它的刚度 刚度是不一样的 它受了同样的力 F一撇 预紧力 那这个时候 增加了 加了工作拉力了 加了一个工作拉力 加了工作拉力呢 是加在这个板上 加在这个断盖上 加了一个工作拉力 然后呢 在这个工作拉力 和这个预紧力的作用下 螺栓就会受到一个 重拉力 F0 受到一个重拉力 F0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力的 F的作用下 螺栓的力 增加了 F0了 是吧 而被连接件呢 之间的这个力 变小了 变成F两撇了 是吧 变成F两撇了 因为开始都是F一撇 是吧 如果没有这个力的时候 那么它也是F一撇 它也是F一撇 当它有了这个力之后 那可能它俩都变了 是吧 它变成F两撇 它变成F0 当加上这个力之后 除了力变化 螺栓的变形也在变化 螺栓继续被拉长 而被连接件呢 原来压缩了 那现在力变小了 所以压缩量呢 又恢复一点 是吧 压缩量又恢复一点 那么恢复多少呢 你看螺栓又继续被拉长 拉长出来 segundo 还有它 原来是第二恶狭 现在变成第二恶狭 第二恶狭 又拉长一段 而被连接件 原来是压缩成第二恶狭 现在又恢复一点 呼呼成第二恶狭 第三恶狭 第三恶狭 那这个时候 有一个等势关系 就是 它被拉长多少 它就被恢复多少 这俩是相等的 是吧 它被拉长 它就会被恢复多少 然后我们把这个现象 用这样一个图形来表示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图形 这个呢 先看这条线呢 这是受预解力的时候 F1'的时候 然后又受个工作拉力 F 那么在F作用下 这个被连接件继续拉长 是吧 它伸长了 伸长多少呢 伸长了这个 ΔΔΔΔΔ 是吧 力增大多少 增大了这么多 伸长了这么多 就这一块 力增大了这么多 伸长了这么多 而对于被连接件 它又减少了 从这个变形来讲 它减少了这么多 那么力呢 也减少了这么多 是吧 从这个图上看 那么它的增加和它的减少 是相等的 就是外力 是吧 就是外力 而从变形来看呢 它们俩的增加和它的减少 是相等的 就是连接件的增加和被连接件的减少 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图 那么得到一个这样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分别计算了 分别计算 F2'和F0等于多少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它们都和F1'有关 这是预解力 F1'都和F1'有关 那从这个图上看 F2' F0啊 应该等于 F1'这段 再加上这么一小段高度 是吧 F0等于F1'加上这一段 那这一段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是吧 而F2'等于F1'是这一大段 减去这一小段 F2'是这一段 等于这一大段减去这一小段 就是它的 那么它们俩之间呢 它们俩相加 就等于F 这个呢 根据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 推导出 这样两个公式 就是F1'加上 上面这一段 这一段呢 因为是和刚度有关 和两个材料的刚度有关 它增加和它减少 和它的刚度有关 Cb 是螺酸的刚度 Cm 是被连接件的刚度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设置 和F之间的关系 就F1'加上这么长F 不是整个F 而是加上这么长F 而剩余预解力呢 是预解力减去 减去这么多F 它的系数呢 是这样一个系数 就是剩余预解力 和预解力 这里面再给同学们 提出一个问题来 就是当这个F 再增加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可能 当这F继续变大 那这条线呢 继续往外移 这条线 这条线做的时候 是已知F了 把F放在这 如果F继续这么大的话 那就这条线继续往外移 是吧 这条线继续延长 沿着这条斜续继续延长 那这条线继续往外移 当移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剩余预解力 就等于零了 是不是 如果再往外移的话 就是这个受力更大了 这个时候呢 剩余预解力 就变成负力了 就没有了 是吧 没有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就两个连接之间 出现间隙了 是吧 本来应该是紧密的嘛 一下出现间隙了 出现间隙了 如果是气缸的话 就漏气了 漏气了就不能工作了 所以就控制这个 在你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 这个力啊 这个力 当然这个力不是你设计的 这个力是人家根据人家气缸啊 人家爆发的时候 发出的那个力 是吧 但是啥是你设计的呢 预解力 这个F1'是你设计的 如果同学们看 如果我增大F1'的话 把这F1'往上提 增大F1'的话 是不是这个可以使这条线继续往外移 是吧 增大F1' 增大F1'就这个点 A1'继续往上走 继续往上走 继续往上走的话 当你就会使F的变化范围变大 是吧 你F再增大 如果我预解力变大了 那你F变大一点 对它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可以通过增大预解力的办法 来保证这个F2' 保证F2' 那通过这两个式子 我们可以求出F0和F1' F2' 通过这两个式子 可以求出F0和F2' 刚才我讲了 通过增大预解力的办法 可以增大它 可以增大它 通过增大它的话 可以增加它 保证它不发生它小于零 不发生间隙和泄漏 所以可以通过增大预解力的办法 那么你光知道它的话 我们还是不知道预解力 最后我们要知道预解力 因为在进行螺旋连接设计的时候 要知道预解力 知道预解力要对它进行拧紧 是吧 要对它进行拧紧 拧紧之后呢 保证它不松动 是吧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知道预解力 那通过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求出预解力了 是吧 就求出预解力了 把它俩一换 把它移到这边了 把这个式子移到这边了 这就可以了 F2' 加上它 从这图也能看出来 预解力 等于F2'加上这一段 是吧 像这一段 那这一段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从这个图上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式子 是吧 这个呢 是CB是螺栓的刚度 CM是被连接价的刚度 是吧 那么它们俩相加等于1 那这样一算的话 我们要首先 就是说不仅仅我们要求预解力的话 我们还得先知道剩余预解力 是吧 得先知道剩余预解力 这是外力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吧 就是整个力除以一个 它螺栓个数就是外力了 外力已知 如果剩余预解力要知道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预解力了 这剩余预解力怎么知道啊 没有啊 不知道怎么剩余预解力是多少合适啊 这个呢 工程上有一个规定 工程上有一个规定 包括这个刚度 相对刚度 相对刚度呢 它是和材料性能有关 如果我们已知了相对刚度 已知剩余预解力 我们就可以求出预解力了 是吧 那么相对刚度呢 从 看咱们教材上有这么个表 就是你 螺栓是一定的 你被连接件不同的时候 相对刚度也不一样 当金属电片的 使用金属电片的时候 相对刚度呢 选的比较小 当你选用皮革啊 或者是用橡胶啊 相对刚度就大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些这一项呢 到这个表里去查 这个都是过去呢 经过大量的实验 得到的数据 也是经验的积累 得到这样数量的数据 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来查相对刚度 然后剩余预解力怎么确定呢 刚才讲了 剩余预解力呢 它是和外载核有关的 外载核如果越大 那我需要剩余预解力也需要越大 是吧 而且呢 它是还和连接的这个情况有关 当你如果是采用净连接的话 剩余预解力大概等于0.2到0.6倍的F 保证它一定要剩余 一定要有剩余 然后变载的话 它呢 要在0.6到1之间 剩余预解力 然后气密连接 剩余预解力要求得更大 才能保证足够的气密性 那么剩余预解力到这里边去选 根据你的使用情况 根据你的设计要求 来到这里来选 那么你根据你的设计要求 选出剩余预解力了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预解力了 是吧 然后计算出来它的螺栓的总的拉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设计螺栓的强度了 就可以设计螺栓的强度 那这个时候螺栓的拉力就是F0 F0等于F1' 加上相对刚度乘胜 外力F 那么以致求出来F0了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式子 刚才我们讲锦螺栓连接的时候讲到 这个呢是F1'是吧 F1' 然后呢把F1'换成F0 这就是螺栓所说的总的拉力 螺栓所说的总的拉力 来计算 然后再乘上1.3 它既受这个拉力又受碱力 是吧 而碱力是不变的 碱力是不变的 所以乘上1.3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求出来 这个螺栓所受的应力 这是当量应力 那么通过这个式子的变换 就可以求出它的直径来 就可以求出螺栓的直径 这就是受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 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一个重点 也是难点 就是受 既受工作拉力 又受预警力 这个螺栓连接 这个分析 分析方法 同学们要懂 然后呢 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 要运用一些方法 所以随随我们这门课 你不光学习知识吧 还要学习方法 运用这些方法 来解决未来的一些问题 有的时候不是拿到一个东西 就束手无策 要做一些假定 做一些假定之后呢 然后找出一个突破口来 然后去解决它 刚才我们讲了 在进行强度计算的时候 要有许用应力 许用应力呢 一般情况下 都是用这样的式子来计算 就是屈幅极限 材料的屈幅极限 除以安全系数 而材料的屈幅极限呢 我们可以通过有一些 相关的资料 或者是我们的教材上 或者设计手册 可以能查到 然后它的安全系数呢 根据这个来选 根据这个来选 就是当螺旋直径 不同的时候 安全系数选的也不一样 这是不控制预解力 不控制预解力的时候 安全系数选的很大 因为有的时候 你拧的这个松紧 不知道啊 有的时候有的人有劲 一使劲 就容易拧坏啊 所以安全系数取得大一点 让它更安全一些 而控制预解力了 这个时候安全系数 就可以取得小一点 因为这个拧紧力锯 就已经自动控制了 你拧劲儿再大 没有用了 是吧 最后它的拧紧力锯 已经控制了 所以安全系数小一点 这是对于这个静窄核 这样来选它的安全系数 对于角质孔螺旋连接呢 还有许用减盈利和许用挤压盈利 也是上这儿来选 许用减盈利和许用挤压盈利 也分成静窄核和变窄核 来进行选取 下面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我们介绍提高螺旋连接强度的措施 因为螺旋连接不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 就一劳永逸了 它在工作的时候 它也会 由于工作条件不同 或者是我们设计的不合理 它也会产生破坏 那它的主要破坏呢 是拉断 上唐科也介绍了拉断 有一个统计 就是在这几个部位最容易被拉断 一个是螺旋的根部占15% 那这个螺纹崖的根部占20% 这个螺母和螺杆连接的这个地方 它的时效大概占60%多 就是大量的时效都发生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例子 这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螺杆断了 这个螺杆断了 它这个断的是发生在这个根部了 发生在这个根部 那么为什么大量的发生在这个位置呢 65%的时效都发生在这呢 我们进行一个理论分析 看这个图 看这个图 因为这个螺酸和螺杆啊 螺母和螺杆都是有弹性的 金属材料嘛 它都是有弹性 它会产生弹性变形 那么我们先分析它的受力 这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螺母和一个螺杆 这是螺母 这是螺杆 那螺杆受一个拉力的时候 如果假定它不变形 先假定它不变形 不变形的话呢 那这个例子 这个例啊 这个例 这是一个螺杆压在螺母上 这是螺母的尺 那这个是螺杆的尺 那这个螺杆压在螺母上 这个螺杆压在这个螺母上 如果没有变形的话 如果加工没有误差的话 那它这个受力是均匀的 每一个都是受的同样的力 这个力的大小是均匀的 但是实际上 这个螺杆和螺母都会产生变形 那么变形之后 由于靠近这个根部 就是螺母和被连接件相连的这个地方 它产生的变形量大 上边产生的变形量小 因为螺母被连接件 它就是被被连接件挡在这儿了 而在拉伸变形的时候 螺杆拉伸变形那时候 螺母没变形 而螺母的尺变形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样大的力 这个力就变成这么大了 原来这么小 变成这么大 那么在这样大的力的作用下 它就很容易断了 就是你设计的安全系数 尽管你也考虑了 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就有可能使这个力变大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呢 如果同学们想 如果我这个杆拉伸变形了 如果螺母也跟着变形 这长度也伸长 如果这螺母也跟着伸长 那这个它的变形就不会这么大的 就会小一点了 就不会变这么大了 那它要是变形小一点的话 是不是这个应率就小了 更多啊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实度的话 设计出来一个几种结构吧 第一个结构叫旋制螺母 旋制螺母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它把螺母不是顶在这个地方 它是顶在这个地方 那么当螺杆伸长的时候 我这个螺母也跟着伸长 是吧 这旋制它顶在这儿了 它没顶在这儿 它顶在这儿了 所以它就跟着 螺母也跟着伸长 那么螺母伸长的结果呢 就是使它的受力减小了 是吧 所以这叫旋制螺母 第二种就环巢螺母 这个 这个也是这样 它把呢 螺母和被连接件的受力点 设计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把这螺母呢 设计成这样 就是当螺杆产生变形的时候 螺母其中 其中有下面这一部分的 也跟着伸长 也跟着变形 是吧 就会使这个螺纹芽 螺纹芽产生的弯曲 变小 是吧 减轻它的受力 这是环巢螺母 第三种呢 叫内斜螺母 把螺母的芽 给它斜着呢 雪掉了 螺母的芽 螺母的芽 别伸得那么长 伸得长 越伸得长 受它的力 变形越大 我把这个螺母的芽 给它斜着雪了 雪掉一块 就变成这个了 变成这条线 就是你这块 如果你这个 螺杆产生弹性变形了 那你去变吧 你这个只是尖这块受力 是吧 而对它来讲呢 没有受太大的力 对于这个 螺杆本身 由于螺纹芽产生的变形 使它产生的正大 这个力的正大 让它变小 这个呢 也是减缓 这一部分螺纹芽的受力 这是三种结构 第二种情况 避免螺栓产生浮迹外窄合 那么我们先看 这螺栓如何产生的浮迹外窄合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容易断 是吧 如果你背连接件是不平的 那么拧紧之后 会有局部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力 顶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力呢 就会使这个螺杆 刚才讲了 螺杆呢 按照我们算的这个计算呢 它是只受一个拉力和一个扭矩 是吧 受一个拉力 那这个拉力呢 可能是预紧力产生的 也可能是外力产生的 是吧 然后这个扭矩呢 是由于拧紧力矩产生的 它受了这么两个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螺杆啊 它不仅仅受了 它还产生一个弯矩啊 它这样的时候产生 对它有这样一个力 然后对于螺杆来讲 它又有一个弯矩了 相当于是吧 相当于产生这样一个弯矩 是吧 那这个力产生这段距离嘛 就是产生的这个弯矩 那这个力会很大的 那这个力起码是拧紧力 F1P 是吧 那产生这样的弯矩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呢 就会产生比较大的阴力 弯曲阴力 那这个呢 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 但是实际呢 有这个事儿了 那就影响了螺杆的强度了 是吧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这是斜面 已经被加工 这第二种情况就是表面不加工 这表面粗糙 也会产生很多 这个粗糙表面也会有很多凸起点 那这些凸起点呢 顶在这个螺母上 也会产生一个弯曲阴力 是吧 第三种情况 勾头螺栓 有的时候把设计成这种勾头螺栓 也有工程上也有啊 那个是属于这个 结构上的要求 由于结构设计呢 不能使用 就这个板短一块 你看这个板短一块 这板不是说等到这么长 你转个孔就行了 这个板短 就用勾头螺栓把它勾住 是吧 那勾头螺栓也有一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力 这个力也会使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弯锯 是吧 产生一个伏加弯锯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使这个螺栓不仅受拉硬力 和减硬力还是有一个弯曲硬力 弯曲硬力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 是吧 所以这样就出现问题了 但如果是这种的话呢 设计的时候要考虑 设计的时候 如果是这种 这种的话呢 你设计你考虑不到啊 是吧 你设计的时候 你把它设计成平面接触 但是这种 你可以在设计的时候考虑 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表面做出这样的突台 给它加工掉 把这表面突超的部分的部分给它加工掉 而且做成平面 是吧 这个呢是做成一个尘头 尘头孔 也是把它加工掉 你像这个突台的这个尺寸 和尘头孔的尺寸 同学们回去 在进行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啊 这些呢都是有标准的 就当你螺杆尺寸选定之后 螺杆选定之后 你选MG MG选了之后 那这个尺寸就是确定的了 到这个手券上去查 手券上就有这个尺寸 如果是斜面的话 同学们看啊 这个是个斜面 这个底座是个斜面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配一个斜面电圈 斜面配斜面 复复为正 就把它变成一个平面 保证它是平面接触 通过这样的办法 保证螺权它的受力情况 改善它的受力情况 保证它有足够的连接强度 PRESUTA 继续 没 这么